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 东华帝君道 前日 魔族派人送来书信 说是那公主又犯病了 请我去看看 凤九一听此言 细细想起来全些日子 东华与他说的那魔族公主的事 于是便道 前日 那不就是与哲人和我小叔在太成功喝酒那日 今日已经是第三日了 你可是已经去了回来了 凤九以为 东华帝是已经去了 去是怕自己吃醋 这才来特意告诉自己一声 谁知东华帝君却道 哦 还没呢 我这不是来找你 你与我同去 东华帝君说得云淡风轻 可凤九一听却有些急了 访问道 前日便送信 这是第三日 那魔族公主并发 恐怕延误了这几天不会更重了吧 凤九像是自言自语 说完之后便朝着洞口道 娘亲 姥姥 指两声 伏觅先母和他娘亲便应声而出 凤九道 我与帝君先走一步 娘亲记得帮我拿衣裳啊 再替我谢谢舅母们 凤九娘亲道 有劳东华帝君照顾九儿了 东华帝君微微点头 凤九又抱了一下伏觅先母 算是道别 便同东华帝君一道离开 伏觅先母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 自言自语道 我们九儿与东华帝君看上去 的确很是般配啊 凤九娘亲挽着伏觅先母 道 娘 没影子了 别看了 这边 凤九与东华帝君一道走着 凤九却也是有些心急如焚的意思 可东华帝君却一副不紧不慢的意思 凤九催促道 性命攸关 走快些 东华帝君看着急促的凤九不觉发笑 道 我都不慌 你慌什么 凤九被东华这么一眼 突然一愣 觉得是有蹊跷 于是停下脚步 左右瞧了瞧 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道 也对 是你手下的女儿 又不是我手下的女儿 我急什么 说这话是 凤九脑袋一偏 几根缠着红颜色的辫子 垂落在了胸前 身后稍粗一些的发带 更是随着风飘了起来 甚是好看 东华帝君不觉看入了心 走到凤九面前 蹲下身子看着凤九的脸道 本君的小狐狸可真好看 东华帝君与凤九挨得很近 又蹲着身子 东华帝君觉得凤九好看 凤九又何尝不是呢 在这风光影女的景色之中 以外的风伴着青草的气息铺着二人 东华帝君的银发 更是是不是聊到东华和凤九的脸上 倒像是在聊过两人似的 凤九想着东华帝君今日之举 只怕是有意去吃糊足 让自己的姥姥见见他爸 凤九心中想着 东华帝君果然十分有心机 但却又十分可爱 凤九凑近东华帝君 偏着头在东华左边的脸上亲了一下 岁极又躲开 继续看着东华 果然不是从前的小狐狸了 东华帝君心里瞬间开出了花 他笑着看着凤九道 久而好会占便宜 凤九哼了一声 心想 这还不知是谁占了谁的便宜呢 东华帝君兼凤九模样 想到方才的是 心头不禁十分快乐 但想起还要去魔族 便站起身 又伸出手 道 太阳逐渐热了 久而我们走吧 他笑意满满的看着凤九 凤九抬头瞧了瞧 的确 此时日头快要到头顶了呢 凤九伸出手 搭在东华帝君手上站起身 一边走一边道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东华帝君笑 道 为何这样说 凤九道 魔族公主并发 魔族众人定然很是着急 前日送来训 可你没去 今日你才去 还带上我 你说 你是不是在诶骗我 东华帝君眉毛一挑 也以为小狐狸变聪明了 识破了他的心思 可没想到这小狐狸是彻彻底底给想歪了 东华帝君笑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看来同自己想的不一样 凤九又道 那你为何要带上我呢 东华帝君叹了口气 这才徐徐说来 原来 前日东华帝君便收到了那书信 便是在凤九前脚 刚离开了太成功前去找承玉 后脚魔族的使者便来了 可人听那使者说的如何五花八门 东华帝君却只看书信一眼 便知并发是真 但并入膏肓却是有假 且这并发只需自己曾留下的药方即可 可需自己亲自跑一趟 于是帝君便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无巧不成书 原本东华帝君便已将魔族书信之事抛住脑后 可没成想 天天那日 武善之事出了姚佩那件事 令东华帝君深觉自己应当多与凤九一同出现 逃免了这些个麻烦事 也好让这四海八荒的神仙妖魔都有所了解 此剧恰好可以保护凤九和恶而不为呢 当然 如此完美的计划是在凤九醉酒第二日 东华帝君在泰晨宫想出来的 因为纳尤佩就在城域处尚未离去 东华帝君厌烦这样 便又想起魔族公主的事 索性 便决定一次日前往魔族 谁知今早东华帝君出门稍稍晚了些 到清秋时凤九已经出了门 以古树军告知帝君 凤九与凤九娘亲一同回了赤湖族 于是东华帝君便直奔了赤湖族 想着顺便也能见见凤九的姥姥 这简直完美 因此才有了今日赤湖族活力动前的情形 但东华帝君将心中打散说来 凤九道 可稍后你为那魔族公主治疗 我怎么办呢 东华帝君道 你自然要同我一道的 说着 东华牵着凤九的手抓紧了些 凤九心中甜甜的 脸上自然也是甜甜笑着 魔族与神族不同 神族的仙者们偏爱白色浅色的衣裳 可魔族魔众去世皆以身玄一为主 凤九以为这便是魔族的特点 可见到了东华帝君说的那魔族公主的时候 凤九便不这么认为了 话说 凤九素日便知道 东华帝君名震天下 在九重天上凤九已经是见识过了 今日赤魔族 倒又是刷新了凤九的认知 这几万年期间 天族降服了一族 又灭了秦仓 别说是魔族 就连旁边的妖族也已经服服贴贴 妖族尚未去过 魔族今早一来 凤九眼见着魔族魔众 降到东华帝君尽数扶手贴耳 跪拜行礼 东华帝君却未坐过多停留 依旧是牵着凤九的手 朝着前方静止而去 走到殿内 才见玄一红带的魔君匆匆而来 面露极色道 多谢帝君多谢帝君 帝君这边请 那魔君对东华帝君的感恩戴德之情 就连凤九都觉得有些难为情了 可东华帝君依旧不为所动 道 依照我的方子无碍 此次之后 我不会再来 凤九站在一边有些不安 可东华的手一直牵着他 又不时地看看他 便足以安抚到凤九 那魔君十分为难地看了一眼凤九 又见帝君面无表情 只好无奈道 想来帝君也是知情的 我那妹妹并非是个不听劝的人 可对帝君之心 好家伙 这便是明摆着要给东华帝君填个地后或者侧妃了 凤九看了一眼东华 东华帝君道 魔君 这位 是青秋女君白凤九 东华帝君介绍凤九时 牵着凤九的那只手未曾松开 反而扬了扬 魔君不傻 他大悟道 云妹不求他位 侧妃或是侍女都可以 还请帝君开安娜 凤九低下头 这种事情好歹也该逼着他吗 当着他的面 倒让他的脸面往哪放 东华帝君冷笑道 魔君恐怕是忘了本君的性子 说罢冷冷地瞧了一眼魔君 便牵着凤九的手 朝着魔族公主几横的殿钟而去 而牵着凤九的那只手 在魔君的眼里看来 实在是刺眼啊 凤九道 帝君真是好人缘 走到哪里都有人说亲 这话听着酸溜溜不假 东华帝君却听得甜滋滋 也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东华帝君道 本君用得着旁人说亲 正说着 两人已经来到那公主殿前 凤九道 要不你先进去吧 我在这里等着 东华帝君伸出手 将凤九吹在胸前的辫子里来里 凑近凤九道 久而不去 难道不怕旁人又要给我说亲 凤九看了一眼东华 道 呃 这黑乎乎的 有些害怕 我 我还是跟你一同进去吧 东华帝君满意的直起身子 道 这就对了 然后得意的牵着凤九 走进了已经为他们打开的大殿 原以为魔族魔咒 皆是以悬疑为主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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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